我们都知道台湾是一个诈骗王国 在我们的周遭 很多人每天都接到了诈骗的电话 很多人都有被诈骗的一个惨痛经验 可是我不了解的是 都已经有这么多血迹斑斑的例子 都有人受到这么大的一个伤害 怎么还会有人前铺后继的上当 怎么会有人前铺后继的一个上钩 现在我们看到了民进党 国民党民众党的这一场 立法院院长的大戏 我们就懂了 搞了半天 你只要有一点的贪念 你只要有一点的需求 你就会上钩 而且骗子的技术 是等于说层出不穷的 而且骗子的方法 他完全不在乎 我就公开告诉你 我是骗人 即使是个这样子 都有人上钩 妙的是我们看到的 当游骑坤跟韩国瑜 都跑到了民众党党成去了以后 游骑坤可以说是满身见伤 游骑坤明明知道我去 等于说我上的是一个虎蟹 我去了以后我会满身伤 但是他还是去了 去了以后我们看到 他的脸书根本就被灌爆了 而且很多民进党绿营的 一届领袖直接告诉他说 如果你当不上院长的话 你真的被骗的话 你干脆下台 所以这个对他来讲 不但是一个名誉上的伤害 搞不好他连立法院这个位置 立法委员的位置都没有了 而且我们看到了民众党 真的是超乎我们的三观 他们所有的定义都会改变 他们所有的原则都会做调整 当你跟他讲正负三的时候 他跟你讲正负 那是一个6%的杀距 当你告诉他说 你要团进团出的时候 他们可以告诉你说 我们的团进团出是 我们一起进去 可是我们要怎么投票 这可以有不同的原则 所以你碰到这种 可以不断地定义 不断地所谓改变的政党 你会觉得原来 这个就是为什么 台湾的诈骗行为 可以横行天下的原因 好 我们今天请到 两边在帮手一当财经专家 黄龙舟宋 您好 大家好 好 这是梅岛电视报 专长吴志佳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资深媒体杨文珍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资深媒体杨文峰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资深媒体杨文艺德 大家好 第二位资深媒体杨文珠 大家好 是 我们常常听出来 周边有谁被骗了 台湾的骗子非常的狠行 对 可你搞不清楚 怎么会有人上当呢 我今天看到了国民党 民进党 今天跑到了民众党的党才去 我看懂了 你明明知道里面有陷阱 你明明知道里面是毒药 结果一点点的贪念 你还是上钩了 而且上钩之后 游锡坤真的是满身见烧 保险 你知道台湾非常多诈骗集团 我们在政治圈里面来说 民众党说话 你敢相信吗 我不敢啊 保险你看 从之前的这个蓝白盒的过程 六点声明 然后政府务三八 吵了一大堆 而且讲过话 他可以完全失毁 对 所以当成我没有说过这句话 最新的一个意思是说 团进团出 我今天看了我也傻眼 你连你都傻眼了 团进团出 我们的理解就是 八票都投给谁 就他们现在新的第一 我们不一定八票都投给谁 可以几票投给谁 几票投给谁 这个也是团进团出 我听了当然昏倒 那当然诈骗集团 我们都民众党讲话 真的跟诈骗集团没什么两样 他说话没有一句可以相信 可能问题是我们明明知道 他这次立法院选取 他就是设了一个局 你看设个局就是说 我们八票团进团出用这样来框你 那么拿来框你之后 还说到我们四项坚持 然后还什么单一招委这件事情 你来 大家都知道说这是一场骗局 可是民众 国民党跟民进党都去了之后 宝洁 这个刘锡坤跟韩国瑜 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下场 怎样截然不同的下场 宝洁现在刘锡坤被大家骂爆了 骂爆了 为什么 你明明知道是这个诈骗的这个案子 可能你说的话不能够相信 可是这样 有时空为什么被骂爆 宝洁 你看诈骗集团 你听他话就算了 你还把身家性命押给他 你这投名状都写了 他还丢了这个投名状 说我赞成你的单一招委 还有你的这个声名 宝洁 这被人家骂爆 你像诈骗集团示好 而且示好之后他会投给你吗 他也不见得投给你 所以现在本意是被骂爆 被骂爆之后他还说什么 既然承认就要勇敢 然后既然扶宗就要忍辱 又讲第二次再被骂爆 所以大家现在完全把游骑坤 骂得狗血淋头啊 瑞德讲过很多次 现在在绿营里面 讨厌白银是主流意识 你去跟人家白银打交道也就算 你等一下去跟人家打交道 你不再 没有占上风 你还被彻底的 被诈骗就算 你还把你的身家性命 再给他 那当然你会死得非常难看嘛 好那我们就讲 为什么韩国瑜没有事情 因为韩国瑜从头到尾就知道 你这一拌 这拌戏嘛 你看跟诈骗集团要怎么跟他应对 你就跟他陪他演戏 陪他演 他演就演 但是我真正的东西全部不给你 我可以跟你聊很久 没有 都没有 但是我真正的东西 我就是不给你 你看韩国瑜从头到尾说 他有说出我要承诺什么东西 没有吗 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什么 然后他还在那边演 公开场的他就演了说 我们跟你 你啊 买在那里不成人意在 然后跟你报了两次 你感觉你为什么 哎 原本你要骗人的 或者要匡人家进来的 反而韩国瑜匡住你了 以后你韩国瑜 以后你黄国瑜怎么去骂韩国瑜 不能骂了吗 哎 人家跟你报了两次 你怎么去跟他骂 都报在一起了 对 所以你知道 这一次最大的赢家 反而变成 韩国瑜他演出戏之后 反而演出他匡住了这个民众党 但是受伤最多的是游席坤 因为他太在意这个 这个立法院院长这个位置之后 把很多东西都拿出去之后 现在反而人家又要不投给你 哎 现在民众党的最新决定是说 他们还没有决定要投给 还没决定 而且他们搞不好会自推候选的 游席坤你都已经把自己卖了 你不再卖了 你还写下这个黑字 白者黑字 对 给你的签名 哎 把蔡奇商都签了 签了以后 你的四点协议里面 连单一召位 这个民进党竭力反对 你都先上去 后来当然讲那是个人意见 哎 那不是脱面吃开吗 就没有想到 炸锅了 对 而且民众党现在说 我们还自推院长候选人 从头到尾 你看就是一个诈骗案子 好 那你看 市长你看 你看水牛柏第一天脸书 就是他讲的 什么政党利益摆两旁 然后国家利益摆中间 这个文章 下面全部都被骂 你可以看到 大家都在骂他 什么丢人现眼 然后什么没骨气 看不下去 把我政党票还来 你看 傻烂 而且直接讲 你别做梦了 你选不上的 乖乖退吧 对 都已经叫他退的声音都出来了 对 所以那 事长第一篇发文被骂爆 那第一篇发文被骂爆后 第二篇发文 他既然承担就应该勇敢 既然负重就要忍辱 然后又把单一招 这个再讲出来 就没想到 大家又把他骂了一顿 那没有 没有个人退了 辞了他有 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没有个人身份 大家全部把他骂 没想到有这么恋战权位 可恶 甚至他把他点名说 请遵守相亲 陈定兰 还有林义雄的道德勇气 虽然现在 大家全部都把他骂爆 所以也就是说了 游锡坤 他为了要这个所谓递出投名状 那种白纸黑字的声明 出去的时候 不说还好 一说出去之后 他现在整个在绿营的声望 急速大跌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就知道 你跟诈骗集团打交道 是多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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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 大的风险 你如果被卖掉 虚骨无存 华姐 我觉得跟诈骗集团 你要学学韩国语 你看韩国语去的时候 他就知道说 所以你看他一开始说 我们绝对不会把民众兰当空气 我们会把他当成养气 对 你看 你说要唬烂 对 而且要唬烂到底 是 就是陪他演戏 他要演我就跟你演 而且我演得比你更夸张 你看 你们不是空气 你们是养气 然后另外还说什么 我们在这个沟通了什么国会的改革 问通你们在里面讲什么 讲的非常多啦 然后讲了 我们十个立法委员就是同班同学 然后若干年后 我们有一天会离开立法院 回想这一段 既甜蜜又紧张又刺激 又帮老百姓满足很多需求 又带动国会改革 真的非常非常快乐的一件事 而且他从头到尾有讲什么事吗 没有 没有 就是跟你在那边唬烂 跟你在那边哈啦 甜蜜紧张又刺激 对 什么叫做甜蜜紧张又刺激 然后同班同学 你不是空气是养气 对 然后他有讲什么吗 没有讲什么 他从头到尾没有说什么 没有说什么 事项承诺什么 他都没有说 他就发了一个 我赞成你的意见 这样 所以他比理智他根本没有失 那反正他演的一出戏你看 他抱住了黄国昌 而且跟他抱了两次 抱了两次 抱了这么晚 你看黄国昌这种笑容 大家从来没看过 结果现在反正是 黄国昌被骂爆 黄国昌被骂爆 对 现在变成烂鱼冲速 就是有他的这个 梗涂一大堆就出现了 你看 抱在一起的时候 很多人就出来骂他 而且用他当初你看 黄国昌什么 你看 请诚实不要再说谎 韩国瑜 请诚实不要再说谎 而且绝不放过韩国瑜 黄国昌霸气 腐败政治必须彻底 扫荡干净 对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大家既然都翻出 哎你黄 韩国瑜最确定 你怎么 这个被黄国昌怎么骂的 黄国昌骂你骂的什么都 就应该抱在一起 所以你说昨天那场会变 两场会变 刀光借赢 所以你就知道 谁是最大赢家 韩国瑜果然厉害 他这个全身就是充满 哎你这个味道 我要怎么跟你演 我演到最后 我完全胜利 你看 我想最后的这个萤幕里面来说 其实韩国瑜是有点雄爆上去的 所以你说 放打老虎 韩国瑜碰到蔡英伟他没辙 可是韩国瑜碰到黄国昌 碰到柯文哲 绰绰有余 这种诈骗 骗子要对忽悠的人来治 对没错 诈骗集的话 就是要用会演戏的方式 来跟他忽悠 忽悠他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你看事实上 你看 连柯建民都说 韩国瑜抱起这个黄国昌 那一步是千古传奇 的确 今天大家就在讨论说 原来韩国黄国昌 这么太逆谱了 碰到这种骗子 你要不然就像柯建民一样 按照蒋介国的三步 不接触 不坦白 不妥协 要不然就是像韩国瑜这样的 我逼你更爽了 对没错 我跟你讲 遇到诈骗集团 诈骗电话 我们的法则通常就这样 就直接挂电话 那就是柯建民的做法 另外一种就是你陪他玩 陪他又呼隆呼隆 到最后的时候 他会挂电话 为什么你浪费他太多时间 现在韩国瑜就是用这一招 在对付民众党 好 所以董事长 没有想到 两场不同的会面 出现这么妙的结果 而且我真的 你以前一直讲说 民众党是诈骗集团 我还讲这真的假的 把这个团进团出 都还可以解释说 我们团进团是一起进 但投给谁 自己选择 不 柯建民 太没有幽默感了 这个韩国瑜昨天那个爆 根本不是到爆的程度 快到舔上去的程度 舔上去 那你这块舔 那个人把那个 把那个韩国汤搞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就是韩国瑜的功夫 韩国瑜就厉害在这个地方吗 他是哭乱大师 哭乱大师 他是扯蛋 扯蛋专家 就这么简单 就天下就 台湾就出一个韩国瑜 我看完那个结果 真的 台湾 台湾的民生是有福气 还好没给他当选中中 吓死了 这个他当选总统 台湾那么一样 那个台湾海峡 怎么要倒要沉到海底去了 这就是大腐烂 以后的立法院 每天都有好心 可是他刚好 治了黄国瑜 但治了民众的 韩国瑜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你这一笔 你看到没有 尤其紧张成这个样子 又是承担 又是忍辱 又是负重 拜托 这黑书必松书 这是个高兴快乐的事情 你去找民众党 你希望他怎么样 希望他给你承诺 他给你签字 当然不可能 签字就怎么样呢 签字照样跳票嘛 民众党就是诈骗集团 对不对 明明你就跟诈骗集团打交道 他不可能投给你民进党 不可能吗 当然是嘛 明天保证是去 当国民党的侧义 可是他不是讲说 我还没有做任何决定吗 那个是胡说八道嘛 这些人讲话有用吗 只有一个人讲话有用嘛 可批 可批有出现吗 没有 可批今天到处在外面打混嘛 他根本不管这个事情 已经定调了嘛 这个就是把他戏剧张力搞到最大 然后每天抢新闻 还是一样嘛 流量嘛 就是流量 大家不要被他骗了吧 那些全部都看穿了 你看到 赖清德的做法非常清楚 很清很简单 他讲了两个字 不准上KTV嘛 然后不准 然后青年嘛 那这些事情 他定调以后 他就不会给你民进党 不会给民众党 谈任何条件 我要跟你青年怎么跟你谈条件 对 所以没有条件可谈 所以民众党自己演了半天 明天一定是最后全聚中 他投票投完 整个就完蛋了嘛 对 因为我们本来很担心啊 担心什么你知道吗 担心什么 他想去放条件给民众党吗 现在搞了半天 他只给他一个告讯 说你是氧气 氧气 对不对 你是氧气 什么都没有 还有 买卖不成人意战 对 他跟你讲 所以他不会有条件放出去 他也知道 他不能放条件 因为那个条件要放是谁放 是傅昆琪最后要放 所以最后要谈 最后要谈招伟 傅昆琪谈啊 所以他这个整个都是唬烂 唬烂完了 明天看你怎么投 随便你 他很简单 他很清楚 他比任何人还要了解 柯P是什么货色 所以这一次 彻底把黄口昌毁掉了 毁呢 黄口昌毁了 黄口昌不是一个小弟吗 对不对 就随时可以把他抱抱啊 拿来播一播一 就这种的 长得漂漂亮亮的 对不对 他还有一种行情 你还想当保务部长 还不行吗 保务部长 算了 算了 怎么被韩国瑜抱一下 有这么严重吗 韩国瑜抱他那个样子 就是很简单嘛 就是然后全剧 整个演的过程 包括黄珊珊很认真的 跟他讲说 你们不要骂我好不好 黄珊珊你跟他耍闹了嘛 跟拜托他 我如果没有要答应给你院长 我敢给你拜托你 请你国民党不要骂我嘛 但我一定是要此心这个已定 所以我要跟你讲 你看你们可不可以 我给你当院长 你不要骂我嘛 所以他回答得更妙嘛 我被黄珊珊骂 你辛苦了 你辛苦了嘛 对不对 他想这个骂被活该被骂 他厉不厉害 是啊 他当然是活该被骂 那一样是你活该被骂 当然是活该被骂 就像我被黄珊珊骂 也活该了 有认了 那你有黄珊珊骂他 他无感吗 当然有感 当然有感 他说气得清清楚楚 我骂他草包 他去恨我一辈子了 所以我也不愿意找他 对不对 大家差没高 罪没劳 对啊 很简单的事情啊 你现在跑来跟我讲 来讲国民党骂你 那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并没有说谈到实质谈判 但是那个 我看开口就大小孩就出来了嘛 这个就是高下立判嘛 就是你今天就是黄国昌 跟这个黄珊珊 就准备要投给我了嘛 可是你话又长得 在那个要投不投的过程当中 你突然间插一个 你私人的一个请托嘛 这个请托就是要表示你都 在整个表现的过程当中 民众党就是碰到韩国瑜之后 他们的几招怪招通通没辙 因为什么 韩国瑜他有 因为韩国瑜他有一个 先天的护身符 你知道什么护身符吗 什么护身符 草包 因为你们跟我讲 你说我都听不懂啦 什么单一 什么单一制度 什么四个改革 讲到一些东西他听不听得懂 他通通听不懂 他是草包 他为什么要跟你谈这个 所以碰到草包 你那几个 他们那个原来准备了一些 什么孙子兵法 什么战法 通通不灵光 氧气 你不是叩气 你是氧气 还有什么 我被紧张刺激又充满了感情 对 你再跟他扯 扯到后来跟你讲说 台独比梅独更可怕 台独跟梅独可以比在一起 所以我跟你讲 他的好处就是他是草包 你跟他谈任何改革方案 他通通听不懂 所以这个只要报一报算 对不对 然后也没有什么密室 协商通通没有 好 过后会在 说这么严重吗 我就这样子报一下子 结果黄国昌就变咒死之地了 我跟你讲 我从现在开始 我真的从内心里面 开始对韩国瑜改观 什么叫改观 连你都改观了 我现在非常佩服他 你知道吗 他这一招有多厉害 以前在2019年的时候 哇塞 黄国昌是把韩国瑜骂多难听 我还特别把文章找出来 他说这是腐败的政治 你韩国瑜跟李嘉芬 你们两个利用立委跟议员的职权 都用国家的机器 特权牟利 然后帮你岳父土利 哇塞 然后结果后来他骂了这一大段之后 那时候韩国瑜就很生气 2020年的8月4号 叫律师去告他 然后去告他完之后呢 结果黄国昌就在影线看到 当时是时代力量的黄国昌 要记得这一幕 不要再说谎了 要记得这一幕时代力量的黄国昌 结果后来韩国瑜就告他之后 黄国昌又再次在他脸书上写说 你真的是烂诱烂素啊 就是说这个有什么好告 你根本告不疑 你有所出来辩论啊 出来辩论啊 结果后来韩国瑜一样不理他嘛 结果后来隔了2021年之后 整个千捷就没这一回事 问题是没有这回事 你当时的态度是我是彭哥 你是傲来的 然后骂韩国瑜你傲来的给彭哥 傲来的给彭哥 就说现在 傲来的去告我彭哥 彭哥马上变傲来的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家 你以前嫌我脏的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超厉害 你以前是瞧不起我的 你以前是嫌我脏的 你以前觉得我是见不得人的 结果呢 我们两个 所以你说韩国瑜是故意的 当然是故意的啊 记不记得啊 我刚刚提到当时是 你看 整个 你什么吵 什么傲来啊 你是多香 对 就是这样一幕 所以为什么叫做天谷传奇的画面 我个人也觉得是 他根本不需要跟你韩国 韩国昌在辩论 他根本不需要跟你搭小声 我只要透过这样一个拥抱 告诉你 你是啊 同样的 对 我们两个都同样 你没更香 我没更吵 你没更优秀 我也没更加在地下 你不是彭哥 我也不是奥连 就是这样 一个画面 把所有事业的倒进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这画面的时候 我真的下巴快掉下来 后来我朋友跟我说 你要记得你刚错过 我说我刚错过了什么 他就告诉我 他就传过一个画面 结果说他们那时候要进去的时候 那黄国昌引入嘛 结果他们那个国民党在三楼 然后时代力量在二楼 他们会迁进过时代力量 结果后来那个韩国瑜 我觉得他是故意的 他在时代力量那个 他的办公室门口还稍微晃了一下 看了一下时代力量的招牌 对 然后黄国昌就把他说 往上 往上 往上这一层 那什么意思 我黄国昌已经更上一层楼了 时代力量已经变成时代眼泪了 昨日黄花了 换句话说 时代力量的黄国昌 当时是用高姿态来道德谴责你 韩国瑜 结果现在更上一层楼的黄国昌 然后带着民众党 然后带着韩国瑜上去之后 但事实上透过那个拥抱 反而告诉全世界的人 你不是捧狗 我也不是奥莱雅 我们两个是一丘之合 好 所以 雨萱 这个今天碰到了 这个所谓的诈骗集团 今天我都没有想到 团进团出可以做这样的解释 你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签了6.7 我可以反悔 为什么跟你讲 你只要学过一点点的统计 你只要对民调有一点点认识 所谓的在误差范围内 是正负三之内 他可以跟你讲6 然后讲的脸不红气不喘 然后全党上下一致 如果你连团进团出都可以拗 你还有什么不能拗的 宝贤哥你会问这个 代表你还不够了解诈骗集团的本质 我还不了解 诈骗集团要的是什么 要什么 钱嘛 他其他人哪管你啊 他说一套做一套 但我再问第二件事情 请问诈骗集团骗到你一次前 就会罢休了吗 不会 他会在干嘛 再继续骗 继续骗 加码骗 开始掰新的 从警察局掰到金管会 掰到这个是银行 反正呢 只要你还有钱他会干嘛 想尽办法把你炸出来吐出来嘛 所以你看你回顾过往就懂了嘛 最早最早 不是6点声明喔 最早是什么 4点声明 就朱立伦跟托文哲签的嘛 结果有没有被骗 被骗了 被骗了 然后大幅度选票流失 他要的就是钱嘛 要的就是票嘛 骗到你之后再继续跟你玩 跟你谈什么 谈全民调 结果后来有没有照全民调去走 没有 对没有嘛 6点声明 切得清清楚楚 就跟你讲 照样跟你反悔 开始跟你讨论什么 正负三 跟你让六趴 给你3比3 包括大家都忘记了 蓝跟白之间的民调 有没有结果 有欸 是3比3欸 按照民众党算法是3比3 国民党算法是5比1欸 他也给你怎么样 反偏给你撕毁 给你不认账 所以一路骗到这边 各位都混淆了 一开始他跟你讲说 四大诉求同意就好了 结果我后来有没有做到 没有 继续再跟你要 说不行 我们要公开面试 结果面试完之后还有没有 没有 没有还是不给你答案 他还继续说我们还没有做决定 对嘛 而且今天柯文在讲 我什么选项都有 连投自己都有 如果你要投自己 你找人家来面试干什么 对各位 所以你不会期待诈骗集团有三官嘛 很多人在讲 柯文在刷新 刷新大家三官 那你怎么会期待说 你用三官正常 价值观 道德观 可以去符合他 他的目的根本就没有嘛 他就是要赚钱 你到底反观两件事情 那今天为什么韩国瑜跟游席空会 有天壤之别的交易 为什么 游席空去是不是比奥独独 韩国瑜去 那你看 蔡其昌全程都只顺 沿着一张脸 有人讲他根本是去监军的 对 然后就韩国瑜去水球马球啊 对啊 你知道两个人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吗 哪里 他们看到韩国瑜是这个人游席 游席空没钱 你知道这个钱是他在哪里吗 韩国瑜有党团背书嘛 今天韩国瑜是不是先处理好家务事情了 代表说我全部54票是什么 2票 所以民众长看到他 可以看到什么样 肥羊 哇 这个依理相待 这好人 这有钱的 来来来来 看到游席空看到什么 没钱嘛 柯建民也不挺你 你都说你代表你个人 个人意见 皮包打开只有500块钱 就我一个人存款 就这样子了 没有 银行都零存款 对不对 整个党不背书 所以这是民众党这个诈骗集团 看到肥羊 跟看到这个散起来 态度当然差很多嘛 但你知道最惨是什么吗 最惨是最后他们还是被肥羊给骗了 对不对 这才是结果嘛 所以韩国瑜去 真是准备全程忽悠的 当然啦 你看游席空去 他就躺庚庚 我什么全部的三个身家 全部全部都给你了 民众党要不要 都没 我都诚意到这种程度了哦 自台湾民众党八位立委当选人 先达的这个公开信 然后四点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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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连什么 连民进党一直在反对的 设立长设委员会单一招委制 我都同意了耶 这样还不行 所以上权入国是他连单一招委都要了嘛 对不对 但游席空他自己补充一句话 他说什么 我没有票 我也没办法叫民党做 我个人底线 那这个诈骗一听到说 哎呀我这个对象电话讲到一半说 可是这个先生我存款户头只有三千块 他还要不要继续骗 不骗 不理你了浪费我时间去旁边 然后看到韩国瑜这个 哦身家几百万 结果没想到反而被玩了 为什么 因为韩国瑜从头到尾也没有顺着他们话讲 有哦 都顺着说 哎 跟这个跟他们 这个巧言那个月色 结果韩国瑜从头到尾 有没有承诺过半件事情 没有承诺吗 对 都空口说白话 都没有承诺 更会骗 他从头到尾讲话都是虚的 韩国瑜讲甜蜜紧张又知己 最厉害的是 我不是把你们当空气 我把你们当氧气 对对对 听起来很舒服嘛 那要不要花钱 不要花钱 都免费的 韩国瑜都花免费的 对不对 只有今天最有趣的是什么 最有趣的是这个 团进团出这四个字 保安这个就有意思了 这个就不是诈骗了 团进团出你知道 代表他们要投谁吗 不知道 对不对 但我跟你讲定调还是一样 基本上来讲 他们还是倾向去国民党 为什么 韩国瑜有钱嘛 我们讲白了 没有骗到手的会坚决骗到底 但这个团进团出其实是为 黄珊珊这个人开的特别条款 换言之 今天所有民众党 我们昨天跟大家讨论过 黄国昌理好 陈昭之遥 有没有表态 表态了 表态就是说我们想要投给国民党 对不对 我们看得好一点 不是而且他们很清楚哦 他们都已经对律表达 非常不以为然的态度了哦 对那我反正我只要让国民党上就好了嘛 我为什么要跑票呢 跑票是不是只是削减我力道嘛 错了 因为对于有一个人 这个人的核心力跟大家不一样 我反问你这件事情 今天黄珊珊投国民党 国民党会不会感谢她 不会 国民党会不会对她松手 还是会继续骂嘛 还是会骂她嘛 会不会因此就恩怨 就是一节两节 不会嘛 当然不会嘛 所以黄珊珊很清楚这件事情 即便她投国民党没有用 她的角色很尴尬 所以当然现在党中央必须要 帮她开一个巧门 黄珊珊投给民进党 你说那有什么用 当然有意义啊 表忠诚啊 黄珊珊放眼的是立法委员的任期吗 不是耶 是2026年她是不是还要选举 但2026年选举的时候 她选台北市长 她期盼的是什么 跟柯文哲一样 还有绿白盒的机会嘛 所有报告 这个所谓的不是团进团出分裂投票 说到底根本不是想让民进党上 也不是想要两边逃 只是为了黄珊珊开了巧门 好 瑞德 这你就听过 现在对于正义里面 对于白的厌恶程度其实最高的 结果 你今天游席坤不但去了 去了以后你还弄了一个书状 这个书状里面你根本就是统名状 真的在绿营里面已经炸锅了吗 连游席坤都说 他被骂翻了 我从昨天那么游席坤发了这个公开信了以后呢 从下午一直K到了晚上 拼命的K 我的脸书也K 我的YouTube也K 我的正论节目从头到尾都是K啊 不只我K 大家都K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啊 游席坤身为这个立法院的现任的院长 那么他要去选下任的院长 也这个由这个民主进步党呢 那么提名 我没有意见 那我也乐观起来 你有本事你去拉票 这我也没有意见 那么游席坤带着这个现任的副院长 也是下一任的副院长候选人蔡启昌去拉票去民主党 我也没有意见 但是我对游席坤所发的这个公开信 我非常的有意见 他公开信发坏了 刚刚这个宝洁不是讲说 他里面公开信有四点吗 几乎把黄国昌所要求的分两次 还有柯文哲所要求的全盘都接受吗 其中有关于单一招伟的这个部分呢 他把它列为第四点 他说他以个人的身份 那么这个同意嘛 也赞从嘛 我请问一下 游席坤游院长 你有个人的身份吗 没有 你是游院长还是游委员啊 你如果是游委员 你才有个人的身份啊 你为什么立法院的院长 必须要操然独立 公正客观 不介入党派 那是因为 你面对各个政党的时候呢 你必须一律公平嘛 但并不表示你不是民进党的 没有民进党 哪有你要这样坦白的嘛 所以呢 你自己本身还是执政党的国会议长嘛 你怎么会有个人的意愿 个人的看法 跟个人的赞同呢 你当然是要跟民进党的党团 站在跟整个民进党的利益 站在一起嘛 难道你是为了你自己个人 去选立法院的院长吗 你选立法院的院长比较重要 我昨天就K他了嘛 然后没多久呢 就有一大堆人赶快来 帮我帮他说情啊 帮他这个 关说干什么 没有用 为什么要这种 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啊 这么严重 昨天问他 他今天又弄了一套嘛 他今天又写了一个说 昨天有媒体骂他嘛 对 媒体K他嘛等等嘛 他今天怎么讲 他说既然承担就应该要勇敢 既然负重就应该要忍辱 那你知不知道 你负谁的重 为了负你立法 你要当立法院院长连任的重 你让我们受到了蒙羞 受到我们羞辱啊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你全部投降了 你自己个人的 用你自己所谓个人的身份 去答应他这几个要求 你等于投降了 他还不承认哦 又不是只有我去 韩国瑜也去了 好 重点来了 韩国瑜 大家刚刚讲那么多嘛 韩国瑜是谁 韩国瑜是台湾的娱乐表演王啊 你知道吗 他演技一流啊 他的演技大概只有 习绿的温家宝可以比零 我跟你讲坦白的 我还有点怀念温家宝 你知道 他只有温家宝可以比零嘛 韩国瑜去了 你不要忘了 四年前韩国瑜要告过黄国昌了 黄国昌还跑到佐水区去 弄一个背景 弄一个背影说 哇 这个地方怎样怎样 还骂韩国瑜 骂李嘉芬 骂韩国瑜的这个等于岳父等等嘛 两边还要不共戴天之仇嘛 结果你看 昨天一报告诉你一件事 政治场上没有永久的敌人跟朋友啦 什么公平正义 什么这个什么 有的没的地方 什么坚持理念 那都是 昨天这一报就没了 这一报 黄国昌四年的这个什么 不要说四年 十年啦 无论是他的时候 2014年的太阳化学运 那个什么正义啊 什么有的没的 那都是 你知道吗 只要有政治利益 什么都可以爱得抱抱 抱完以后呢 抱完以后要的没要到 还不是一样 柯文哲故弄玄虚 还不是跟你讲 明天早上九点半 我再揭晓 为什么 因为你跟他一报 爽成那个样子嘛 是你干的事情 最主要对柯文哲来讲 我的政治利益 在哪里 拿不拿得到 那才是柯文哲 关心的东西 今天你要讲 有一个重磅新闻 就是终结的蓝线 已经定案了 定案之后 我想 那就这个公共设施嘛 还有我们看到 蔡平鲁很高兴 是选票八位了 你说不是 你说其实这个可以观察吗 观察民进党 已经就选举定位了 他已经是东风吹战鬼了 而且你从这个动作 给你看出来 他现在民进党 在清理战场 清理战场完之后 很明显的 未来四年 绿白 不共戴天了 当然保雷哥 你还以为是 民进党在顺应如流吗 当然不是嘛 民进党是在宣战了嘛 这也是宣战 跟谁宣战才是重点 蔡平鲁是什么政党的 民众党 对嘛 他在跟民众党正式宣战嘛 说我现在 未来 我不会再让你 吸损到我的任何一丝元气 我要赶快把 我所有的贸易 所有的毛病 所有的问题 一次给清理干净 终结是不是一个痛嚼 是痛嚼 当然是痛嚼嘛 台中立委被盧宣 翻盘翻成这样 洗脸洗成这样 菜息这样差点输 所以我就讲 各位你不要搞错了 为什么现在 民进党中央政府 要开始做这件事情 包括你去看一看 赖兴德最近在干嘛 赖兴德开始说 我的内阁可以做什么 我可以开放各党各派的人事 非民进党的立格魁 对 他讲这段话 是在讲说什么 他反过头了 我要开始吸收 你民众党的选票嘛 因为各位你不要搞错了 民进党的选票 只会跟一个政党流通 这个政党叫什么 民众党 所以民众党 是不是他的头号公敌 头号敌人 是不是他第一个假想对象 当然是嘛 我第一个要打击的 一定是民众党嘛 所以可以仔细看 赖兴德接二连三的动作 从清廉 情政 爱乡土 到现在这个终结上 开始这种快刀斩乱麻 过去曾经因为失血 我立刻把他斩断 而对于民众党 所以游锡坤犯了一个打击 为什么犯了打击 只有他看不清楚状况 你没有嗅到现在 主上在吹的风 主上吹的风叫做什么 就是逆风 跟民众党绝对是不共戴天的嘛 所以现在美人清楚 绿营跟白云 就已经才没高 最没劳了 很清楚 老柯的态度就是 你是我的敌人 双方没得谈 双方只有终须一战 在这种终须一战的状况下 你居然洗好一个投名状 跑到那边 只差没有跪下去 把那个叫杀到底 就是要杀到底嘛 来 柯建民是得到谁的寿命 不要忘了 赖清德亲口奖的 柯建民拿来转述的说 是赖清德总统 托付我作为立法院 政府院长选举 操盘 所以老柯的意思是谁的意思 赖的意思 赖的意思是说怎么样 先必轻一眼嘛 我跟你民众长 就算没有立法院 政府院长 我也不要跟你白色妥协 当然嘛 老柯这么聪明的人 他会支持大猪大猪吗 不是嘛 他已经再三强调 四点声明我不能让 而且包括在整个立法院上的战场 民进党寸土不让 为什么游锡坤会犯大疏 因为他今天的核心利益 完全跟民进党违背了嘛 游锡坤他想的事情 想的是你赖清德 拜托我来学院长 我至少这个老脸要挂得住 我拼死拼果 孤注一指 背水一散 我也要拼个胜败 对不对 所以我什么都蹲蹲蹲 跳楼大拍卖嘛 给你看嘛 但民进党的核心利益是什么 那搞错耶 民进党也要跟民进党合吗 他们在乎这个院长位置吗 都会讲一点都不在乎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我今天换到你一个院长 我要让他付出什么代价 招委要不要给你一两仙 要给 那我不想给你嘛 我给你招委干嘛呢 我民进党为什么要让你 民进党生存空前再第二个 会不会变成绿白盒 会哦 你为何两个人合作之后 这个氛围 在立法院是不是变有军了 变有军就麻烦了 因为赖清德最恐惧的事情来了 你开始在吸收我的年轻选票了 我怎么会去跟你合作 所以现在要兼必亲业 来再来第三件事情 我如果跟你民进党合作 请问2026年 你会不会来跑来跟我抢 其实我刚刚讲了嘛 黄山山为什么想要去投民进党 到时候黄山山会不会跑来说 你想理让我一下 他还是想要 理让我一下 柯文哲模式嘛 理论我一下嘛 你想不是头大吗 你如果不理让 他就来跟你分十票员耶 他会往你身上黏耶 所以对于赖清德而言 他现在脑袋很清楚嘛 我每一项每一项 包括这个叫做什么 负面的 会被你民众党拿来消费的 各位你不要搞错了 终结这件事情是国民党闹大的吗 不是哦 是蔡壁如闹大的哦 不是哦 蔡壁如从选战期间开始 照三餐再笑蔡其昌说 哎呀蔡大委员啊 你们民进党执政啊 还卡终结啊 就终结都省不过 蔡其昌的位置做什么动作 急了 叫陈建仁来 本来陈建仁跑去找林静 以后蔡其昌没事情把他拉来说 哎院长 你要承诺我们这个终结 赶快帮我们核定 还有海线铁路双轨高价化 结果陈建仁有没有答应他 没有 没答应 所以那个时候是谁在掌舵 蔡英文在掌舵嘛 所以代表当时的战略判断 并没有到达这个程度嘛 结果没有想到整个台中政的翻盘 大败之后 赖清德痛定失痛 赶紧你要五毛给你快 对不对 通通你民众党拿来消费的 拿来消遣的 拿来攻击的 我一并的给你处理掉 战场切割干净 与此同时我跟你民众党 再也没有合作的可能 所以各位你现在看懂了吗 你以为是民进党损失掉一级立法院长 不是 是他亲手要把民众党往国民党那边推 当作温审 当作倒霉鬼 谁占到民众党谁倒霉嘛 你今天跟他赢下一期院长 他就是标准的金鸡先 专门西斗又不是西斌党的 对对对 你以为他损失其他赚到 就赶紧赶紧赶紧 你民众党 你胜费越费越好 你国民党爱得送给你 全包送给你 但是国民党为什么敢接这一球 因为国民党魔高一指 道高一丈嘛 你民众党是不是很会骗 很会话唬烂 但不好意思 国民党上面还有一个谁 有一个大型 大表演家 干快唬烂的 大戏剧家 是谁 韩国瑜嘛 我真的太单纯了 委居长说 今天顺义民意嘛 顺义民意赶快的 终结的蓝线赶快订嘛 结果你说不是 这个是赖清德的断尾求生 没错 我觉得赖清德厉害的地方是什么 该检讨之后 他真的会检讨 譬如说他去泰南市的时候 要大家 站起来 跟大家道歉 对不对 市长你怎么站起来 他就是这种态度 所以他现在台中这一局 他也说莫比赶不认输 认输 为什么莫比赶认输 你知道这一次 就终结这个是认输 认输 为什么认输 你看这一次来说的话 原本为什么会有终结这个题材 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这个蓝线的这个题材来说话 卡在什么地方 最早是因为林静颖跟颜宽腾 两个在这个补选的时候 因为这个正英战 在这一战里面来说 当时的绿营是全部 打说 因为这一战里面有 蔡波 颜宽腾他们加上土地 能够这样通过 所以当时 因为把颜宽腾打下来了 所以他们认为说 所以才会有一个 颜市长如秘书 对 所以才会有说 我打这个题材 好像是对的 可能问题是 保洁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蓝线 不是只有通过这个选区 这个选区是颜宽腾 跟林静颖的选区 没有错 但是从一开始的时候 是谁的选区 是江兆国 罗体委这次选的选区 以前黄国书的选区 紧接下来到西屯区 张料万间的选区 紧接下来就是 这个颜宽腾的选区 再过去无期是 蔡其昌的选区 所以这次呢 四个立委选区 四个选区全败 你看之前都是民进党的 黄国书 张料万间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林静颖 再来就是蔡其昌 三个全败 所以才为什么会变成 从6比2变成是2比6 就是因为这三个选区输了嘛 所以蓝线是关键 所以蓝线就是 这三个选区全败 而且都是被很年轻的 这个候选人扳倒 所以有点爆冷门 所以为什么这次 所以你迟迟不通过 对 这些地区的选民大反弹 当然 而且关键哦 蓝线走的都是 人口密集的地方 没错 而林家龙走的 那个是人口少的 对 你想想看 人口少的 怎么打得过人口多的地区 所以你看 你当初就是顾守这个战役 就是按我守这个战役来说 但是你整条路线全输 你看因为你只要你打 我们都知道现在台北市 有捷运通过 全部防疫在大展 对 这些民众想不想捷运通过 当然想 但是你就卡在这一站嘛 卡在这一站的时候 我跟你讲 原本一开始选举的时候 当初的确的 绿营人士有意识到说 不行 我们赶快给他通过 可是为什么后来停住了 是不是你记不记得 有一次赖清德到中部 台中去服务选的时候 他就讲了 这个路线经过某些人的家庭 他当时不是一直狂打 所谓四大家族 什么严家 什么卸家 他讲这样子之后 后来就收回去了 对 所以等于是 他事实上是赖清德自己讲了之后 让这个案子 原本新政院有想要做 选举给他过了 结果没想到赖清德这样一讲之后 停住 停住之后 结果没想到这一次三个选败 选败之后 赖清德现在也知道 我领输嘛 那就让他过了 所以这次就让他过了 所以说中二的普选 林静怡赢了严宽恨 赢了严宽恨以后 你的关键是打这个正英战 正英战当然讲说 你就是跟严家有关 那我当时不能让你过啊 我如果让你过的话 那我当时攻击你严家的这些理由 不就是得自己推下去吗 所以赖清德在选举的时候 他又把这个题目拿出来讲 他又攻击了那么多 他最后选举的时候 就全部猛攻这几个家族 结果后来 这是他们当选 然后这个严宪的立委全败 结果蔡其昌 勉强守住 所以他当然知道 不行嘛 蔡其昌吓死了 所以为什么现在马上通过 选举完没多久 就这个蓝线通过 而且按照这个目前为止 这个卢市长的这个路线 全部通过 然后那个什么 什么包裹方案 全部都通过 为什么 因为我就跟你讲 赖清德认输嘛 他知道说我跟你玩这一局 他说我如果继续固守的话 我票恐怕会流失的更多 在现在的时候 我就让你过 让你过 让你开始盖 所以你说平均长现在在清仓 是 我该输就是认 对 该倒霉的 该锅子头的 该指头 该剁手背的剁手背 该清理的 清理干净 这就是赖清德的个性 持住 站起来 现在他自己摸摸鼻子认输 好这一句 我输了 我就让你过 让你过 让你干 那我希望未来的台中市 不要再因为这一条捷运的蓝线 让他这一次付出 这么惨痛的代价 而且你说这个东西 也代表了我的揭秘心意 就是 我不让你们这些人 可以再淘我的便宜 而且我要开始用清联反攻了 对 当然是这样 第一个他要清理战场 清理战场之后 他会攻击的 我觉得赖清德 接下来会攻击 攻击什么 当然就是从 这个清联 或是从贪赌这些战场 开始朝 淘蓝白打过去 所以总统没有想到 一场战役才刚刚结束 又开打了 蓝清德 本来当选的第二天 就要考虑到 他连任问题 这个每个总统都这样想 高兴一天 第二天连任怎么办 连任说现在很简单 敌人设定好了 只有一个敌人 就是柯文哲 他只有一个敌人 柯文哲 国民党被打趴了 国民党现在还有谁 没了 没人嘛 国民党所以只剩下柯文哲 你说国民党现在的逃狼 青黄不接 在青黄不接的状况下 他唯一的对手 而且是对他威胁最大的第一手 就是柯文哲 就柯文哲而已 柯文哲的选票 跟他之间又有互通性 所以柯文哲干掉的话 就可以确定 他在下一任 连任的时候的轻松 而且在2026年的时候 不至于构成他的这个要害 但简单的到底在这里 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 根本上就是把选票拉过来 柯文哲就是皮肤无罪 怀必其罪 年轻选票 一大堆年轻选票 那年轻选票是谁要的 本来是民进党的 本来是民进党的嘛 所以很简单 所以他把那个票拨回来 那现在所有的动作 就是要做这个事情 就要抢年轻选票 我们早上讲过 得年轻人得天下 但是没有想到柯文哲只有年轻人嘛 就变成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对 那这个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这个人 在我面前 我的前途就没有了 现在大家就 媒体不是有人在写吗 写说什么赖一戒吗 有这种说法的出来吗 对不对 因为他得票率不够高嘛 所以怎么样才会拿到这个高民调 然后高得票率 就是把柯干掉嘛 那柯干掉 柯hold不住他这个年轻票 因为柯只有部分区立委 对 他在区域完全没有人嘛 其实我听说柯在台中选得非常好啊 他宜兰也选得非常好啊 但是你没有干部啊 这就是小草 没有办法去经营 对 你没有人去经营的小草变成大树嘛 对 所以柯是空心大老关 所以柯被设定成赖的第一号目标 所以一定要除之而后快 所以我只要把柯文哲干掉 柯文哲干掉之后 他的年轻选票无路可去 只能回到我这里来了 我再讲更坦白一点 今天三个党 如果说这个国民党没有党主席 会不会怎么样 不会怎样啊 很多人可以干 对 民进党也是一样啊 如果民众党没有柯文哲这个党主席的话 民众党会变怎么样 挂了 马上就挂掉了吧 就是马上就变成超级小党 就没有 他就是柯文哲一个人在玩嘛 所有的人当立法委员 你看每一个人都很得意 对 其实都是 都是柯文哲的余印嘛 柯文哲分给他们的光环 柯文哲派他们当的党主席 他们每一个人离开柯文哲 完全没有生存能力 他们离开了不分区 出外面选举 没有一个人会当选 对不对 对 所以柯文哲干掉 民众党就会变成 赖兴德的狼中之物嘛 那么简单的事情 我一定是干掉他 所以我认为柯文哲很快的 已经开始在准备 有下一步的被斗争的心理准备 这两天 他已经开始做党内的整理 已经让黄珊珊 黄国桑这些人 慢慢在所谓的决策核心之外 他在引进一些新的人进去 这两天积极在做 好 瑞德 你对当民进党内部的非常熟悉 真的才刚刚这个打完一场大战 已经开始做清理战场的动作了 民进党已经在为下次的选举开始操盘了 我跟你讲已经开始了 四年后才开始操盘 你以为叫王毅川去当政策会执行长是开玩笑的 王毅以前民进党的政策会执行长 是负责党中央跟立法院的党团之间的桥梁嘛 但问题是为什么都要由立委来接 因为很简单 如果你没有立委的身份的话 你叫得动那几个51位的立法委员嘛 叫不动 你叫不动嘛 王毅川非常有可能真的可以地捕上去 不分区立委 我再来讲一遍 王毅川非常可能 那么地捕了这个所谓的不分区立委 所以游席坤会不会下来 当你会问我说游席坤 我跟你讲游席坤下不下台 他都会地捕上不分区立委 不然大家走得瞧好了 就我在这边讲嘛 我在这边讲一定有我的道理嘛 那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嘛 我就跟你讲 他非常有可能地捕不分区立委嘛 当他是不分区立委的身份 又是政策会执行长的身份 党中央跟立法院的党团 是不是就连接起来了 真的要不懂我讲的 对面就懂我来讲 我现在首要敌人 真的就是柯文哲 事实上柯文哲才是唯一 真正能够影响到 并且威胁到民进党的 这个等于说政治人物为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 以前国民党的基本盘 都比民进党大 你有没有发现 你可以发现 现在国民党的基本盘 竟然比民进党小 但是呢 柯文哲却可以从蓝绿两边挖 柯文哲的369万票 单单从民进党那边 挖了259万票总 他从这个所谓国民党 只能挖80几万票 所以柯文哲当然是最大的敌人 但是要如何把柯文哲给打败 没有那么容易的 那么最容易打败 他的一个战场在什么地方 在2026的九合一县市大选 为什么呢 因为柯文哲他有个特性 当他自己出来的时候 他的支持者 他的小草 明知道小草是不可能长成大树的 但是他们就会像催眠一样 像宗教一样 就跟着他们教主走 但是柯文哲的支持度 永远都没有办法化成 他推出来的 候选人的支持度 转移不出去 对 所以呢 但可问题是 他下次一定会大量的提 他大量的提了以后呢 首当其中冲到的 当然是国民党的相关席次 但是民进党就必须守住自己的 我以前总是看不懂民众党 对 我每次都错派 我每次都相信柯平 我现在慢慢懂了 搞了半天 你要了解柯文哲 不可以用政治 不可以用正常人 你要用什么 你要用帮派的立场 对 用这个所谓的 这个地下世界的立场 才可以看得懂 对 我们来讲说 这两场的见面会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你就很简单 你把民众党想象是什么 诈骗集团 他不是打电话的那种诈骗集团 他是社局的 假投资公司的社局 然后你进来 结果呢 为什么游熙坤水牛脖 他会伤那么重 因为他认真了 他认真了就输了 认真就输了 而且呢 他在出发之前 竟然还把这个东西都写出来 写出来之后呢 詐骗集团一看就知道说 这傻的 这竟然呢就杀了 但是呢 为什么韩国瑜他不会输呢 因为韩国瑜他自己也是詐骗集团 所以呢 今天民众党设一个局 要来洗韩国瑜 韩国瑜一去给你一个爱的报报 他去洗黄瓜汤 所以呢 他今天为什么敢说 所以买卖不省仁义在 他报黄瓜汤那个动作 真的是故意的 一定是故意的 他一去那个地方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你就是你碰到什么 大家都同样 都是一样的 而且呢 他这个一笑闽恩仇 但是你看黄瓜汤 其实一开始他的肢体语言 他的自己动作 他其实想闪了 但后面有站的闪不到 闪不了 所以呢韩国瑜就 所以报上去了 所以这就是韩国瑜 他最厉害的地方 其实这一战一下去之后 他就赢了 因为我今天诈命集团 我出去做一件事情 我要有所收获 我今天收获了一个小弟了 真的真的 小弟 黄瓜汤被他报之后 就是小弟 就是他的小弟 以后黄瓜汤要怎么样 他开始播 再骂韩国瑜 再喊 太离谱了 不能吗 你喊得再大声 都没有用 因为你已经 跟他爱的抱抱了 所以呢 其实韩国瑜真的是很厉害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这两个差异差那么大 其实当天 韩国瑜把他报完之后啊 大家没有看到的是另外一个镜头 因为有些记者他前面没有进去 我们去调里面的记者 黄瓜汤变成串鲁了 他一转身之后 带着他上去一路 带着他去走 但是游锡坤呢 下午的游锡坤是没有的 没串鲁 签完之后没串鲁鲁 所以呢他一进去的时候 游锡坤其实有一点 人家的党团嘛 人家民进党都是大的地方 没有来过这个地方 所以呢其实游锡坤上去的时候 是没有人带的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韩国瑜赢了 韩国瑜他今天 面对这个诈骗集团 他用一个诈骗集团的角色 我去洗你 你想洗我 你倒行不够 我一个爱的抱抱 第一个先拉下你来 以后你民众党就没有无缴 你民众党 你民众党 你没有韩打喊杀的人 你说其他的人来 伤不了韩国瑜了 所以呢他今天 他毫发无伤 他才可以讲 买卖不成仁义战 因为他有赚到了 他能够在这个 诈骗集团这边赚到东西 是不容易的 但水牛伯没有 水牛伯遇到渣男之后 但是他是申请演出 他把全部的家装都拿出来了 申请演出 你要的我都答应你 未来我好好对你 但是你看韩国瑜有吗 韩国瑜讲的那些东西 都是什么 都是一些有的不的 所以韩国瑜讲的是 买卖不成仁义战 我不把你当空酒 我把你当养性 但是游习惠 就非常的人辱 他今天这样 你讲既然承担就因勇敢 既然附受就须人辱 对这个就是不认输的态度 其实你面对诈骗集团 被骗了就被骗了 这个东西我们要告诉 随牛伯一句话 你面对诈骗集团 谁认真谁就输了 欢迎去跟观众训课 我们常常讲 棒打老虎鸡之虫 到底谁是棒的 谁是老虎 谁是鸡 谁是那只虫 在这一次的立法院院长 政府院长选举里面 三个政党都想扮演 关键的角色 三个政党都想拿到了 所谓的主导的角色 中间当然 我们看到了民众党 民众党用巴西 两个政党来引诱 我们也看到了 国民党跟民进党 都跑到了 这个民众党的党团 可是妙的是 两边出现截然不同的反应 我们看到了游喜坤 这两天 大家也没有想到 这是他整个政治生涯里面 最灰暗的两天 他跑去民众党之后 没有想到被内外夹杀 现在他根本吃力不倒好 整个网页 被民进党内的人士 骂翻了 甚至有人跟他讲说 你就直接给我下台 不要在那边丢人泄眼了 所以经过这一场战役之后 经过这样的一个动作之后 对游喜坤来讲 真的伤得这么重吗 真的跟民众党打交道 稍以不慎 不但会被踩着扭巴 还会尸骨无存 甚至最后连立委的位置 都保不住吗 好 在这一段里面 专闻作家吴奎玉 也加入我们的讨论 奎玉你好 来 保健好 大家好 玉璇 游喜坤有这么惨吗 他说你说现在 他变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 当然当然里外不是人 现在是这个民众党也不理 就是说连民进党内部也不停 不停就算了 还轮为什么 轮为这种 游街示众被大家丢十字 他们游街示众 对了 我现在第一开枪的是谁 周玉珂 周玉珂 你到底要不要辞啊 如果你没有乐场 要不要辞不分区啊 你不分区就不要当了嘛 你到底要不要回答 接连逼问几次 三十次 诶 堂堂一个立法院院长 然后被他这样子修理失重 民进党也没有半个人出来替他讲话 没有 没有半个讲话就算 底下留言还刷一整排 你知道怎么骂他 说来 如果你是以个人身份支持民众党的主张 你该被退党开除党籍 没有当院长就辞不分区 跟白合作有好下场吗 你的意思不代表其他立委的意思吧 不如兼闭七眼 败就不远四星帮八票堂 这么凶 就退了 这都是绿营的表达 每个都叫他退 所以为什么游戏官会落入到今天这样的田地 就只有一个字 因为他跟民众党打交道嘛 一个不善就掉入这个万丈深渊里面 跟民众党打交道有这么危险吗 宝刘哥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能碰 一种就是诈骗集团 一个叫高利贷 偏偏民众党服务这两个特质 就游戏官就是那个傻傻的还走进去 骗诈骗跟高利贷的 对就两个都中嘛 游戏坤两个都去 为什么 因为一开始他当然跟你很讲说 哎呀没有啦 我们这边很便宜啦 很好处理的对不对 游戏坤你只要提出四项承诺 这爪嗆嗆的 同意我们就没问题了 游戏坤也没有相信 相信了嘛 签了嘛 民进党在后面做什么 拉着他就说 这个我不代表本党立场哦 这个你要深思哦 这个院长不要去哦 有没有人劝他不要相信民众党 有没有人劝他说 这个东西不可信 就他还是去了嘛 对不对 因为他很绝望 他知道如果我不当上院长退无可退 这是因为我背后民进党也不支持我嘛 结果他是不是去了 去了 去了就你知道下一步变成什么 还有 继续再跟你虚所无度 对不对 投袭到一半 我知道你已经中了我们的陷阱 我当然会跟你什么 实随之位打折随棍上 开始跟你讲 好啊 那我们这样子要面试了哦 就要面试游戏坤也没有去 去了 也去 马上答应 民进党那个时候 党团声明都已经很清楚了 跟你游戏坤讲一件事情说 那你不代表本党立场哦 而且柯健民在外面 为什么要不断的喊话 为什么不断的叫嚣 跟黄国璋嗆瞎 他一直在跟游戏坤诉说一件事情 民进党的立场不支持绿白河 我们没有要绿白河嘛 但是游戏坤有没有听进去 没有他完全没听进去 他头继续洗下去 所以说整个民进党 路线已经非常清楚了 他就是没有办法绿白河 他就是未来最重要的敌人 就是白军 你还跟他牵手 保全哥你算客气 民进党直接把游戏坤给卖了好不好 他从头到尾就一直定调在切割了 就是我们没有要支持游戏坤 这样的做法了 但游戏坤有没有越泄越深 有啊 越泄越深 借了面之后就还加码说什么 黄国昌随便喊一句说 我们这个单一招为治 全台湾全世界 只有一个人回应 这个人叫谁 游戏坤 游戏坤 他这个叫什么 跳楼跳大拍卖嘛 躺啥都来的 全部都躺了都给你 你要爱什么我都给你 请家荡产全部请住下去 结果得到民众党什么样的回应 没有 也被卖了 不是今天各位在讲 我们还没有决定 那我们要投给谁 甚至八票投给自己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才是诈骗集团 跟高利贷的真相嘛 你就算满足他所有需求 他只会跟你干嘛 要更多嘛 结果他今天跟你游戏坤讲 你都不知道你四项也同意我了 拜会也拜会了 然后见也见了 哎 不好意思哦 我们团进团出哦 其实是这个分裂投票也算 完蛋了嘛 游戏坤现在变得里外不是人啊 因为为什么 因为民众党是你所有的希望寄托 你原本很绝望 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他要什么你全部给他 结果给了之后他跟你讲 没有哦 此路不通 我们再考虑 我们再犹豫一下 我们再想想再思考 继续汇钱进来 对那你游戏坤还要再汇吗 你穿跨已经见底了 原本你的金元是谁 民进党也断你金元啦 民进党也把他卖了嘛 民进党现在为什么要跟他切 哎 多尴尬 谁陪游戏坤去到民众党 蔡其昌啊 蔡其昌 蔡其昌不也签字了吗 蔡其昌脸色怎么样 很臭 非常难看为什么 因为蔡其昌根本也不站在游戏坤这边 他是去独军的嘛 他才是代表赖心神医治嘛 蔡其言成这么的严肃 完全也不跟人家握手 也不跟人家打招呼 他就是去盯着 盯着游戏坤不要乱讲话的 他是第三方公正人 我是民进党代表 你游戏坤代表的个人 我是来看看我怕你游戏坤在这边 被人家生吞活泼出乱子 结果有没有被人家生吞活泼 照样生吞了 自己跳到人家嘴巴里面去 那你拿啊没办法 所以事后各位仔细到注意到没办法哦 游戏坤发表声明说我五项都同意 而且单一招委我也同意 然后呢结果蔡其昌说什么 他上面有挂蔡其昌的名字哦 对 他是左边游戏坤 右边蔡其昌 结果蔡其昌立刻发声明说 没有我个人不支持这四项改革 不支持 我也不支持单一招委 这是游戏坤个人意思 所以他立刻紧急做切割嘛 玩得这么难看 但你说民进党为什么要做切割 因为你一个人赔掉身家 你被民众党深吞活泼 这代表什么 代表你游戏坤个人颜面尽私嘛 你的政治高度已经被民众党这个诈骗集团 虚索无度 西干妈进已经荡然无存 到我们民进党能不能整个党都给你赔下去 当然不行啦 瑞德已经讲过很多遍了 现在绿营的知识者最讨厌的是谁 最讨厌的是白银的 你不但是没有在白银那边讨的好处 你把自己给卖了 来 我再念一段 为了当立法院长连黄国璋这种叉叉的叉叉 你也好有良知跪舔下去 这是谁的意见 民进党支持者的意见啊 讲得多难听啊 所以游锡坤根本没有搞清楚说 现在民进党在背后他们的立场 他们的利润 就是要跟民进党 诶 杜巴海秀伟 你挺黄国璋单一召委 你让你置民进党于何地 你对民进党发席立委投降 搞什么 所以民进党很清楚 遇到诈骗集团 我们要止血啊 你不能说高利贷 你这个越滚越多钱滚钱 民进党的支持者好凶啊 当然啊 民进党支持者都比游锡坤清楚 但你说游锡坤脑袋清楚 不清楚 真的不清楚 因为他很绝望 他心里只想这件事情 如果我没有当上立法院院长 我未来当个阳村立委 我颜面该怎么摆 我的身份该怎么办 我该如何自主 他干过行政院长的耶 结果他错误错在哪里 他所托非人嘛 结果你把自己的身家性命财产 交代一个会把你害更惨的人 结果现在不要讲说 有没有一个立委的资格 有没有一个院长资格 游锡坤现在民进党支持者 在讨论的事情是什么 什么 你有没有当民进党党员的资格 你连党员资格都没有 这么凶 这留言讲了嘛 网友讲了嘛 民进党支持者说要把FY的出去 所以对民进党而言 我们才不跟民进党打交道 什么招伟啦 什么议案合作 想都不要想是游锡坤 自己没有搞清楚现实状况 所以董事长我看到 这样这个戏也太惊讶了 完全关场现行进 而且他真的是 你如果跟这个诈骗集团 没有讨到好处 后面的反噬竟然这么强 我也真的感觉到 民进党支持者 对于民众党 对于柯文哲的业务 到了什么程度了 民进党的支持者 对民众党的仇恨值 当然非常非常的高 因为这一次的赖新哲 会不会搞那么惨 拿到40%的选票 对 这是被柯文哲害的嘛 柯文哲干的 当然柯文哲干的 他骗说谎嘛 他只要不要 他只要诚实地告诉他的支持者说 他是柯老三 对 这个那就拿不到那么多票了嘛 可是你柯老三柯老二不是从国民党那边骗票过来吗 不管怎么讲 他这个300多万票是不是有欺骗的成分在里面嘛 有嘛 所以当你一个政治人物开始在走欺骗的路线的时候 我们就称之为诈骗集团 他沿路骗骗骗骗骗嘛 这个政党就是以欺骗见长的一个政党 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看到没有 所以评价不高 现在我觉得民众党最麻烦的事情 他可能是做了一件好事情 但是无法取得社会上的信任 这很麻烦呢 没有任何信任了 因为他一直在骗人嘛 他很多欺骗的记录 到目前为止 他都没有自己把它搞干净 就像你说的 谁敢跟他打电话 就是柯建平讲得很清楚 就是没有人相信他 你这个没有人信任的政党的话 以后怎么在立法院内生存 也非常困难 所以他们的功能只有2月1号 2月1号为什么变成 这么样的一个凸显出来一个议题 连游习坤去拜访民众党 就变成一个笑话 对 就大家都笑说 因为很简单 我们谈过一个概念嘛 就是骗子的能力是傻子决定嘛 那游习坤就碰到 明明知道是骗子 你还去当傻子啊 所以这个活生生的显出一部 这个活宝戏啊 我这边的骗子全台湾都知道 结果你去当傻子嘛 而且还有六行书 八行书都行 那个都是傻 那更傻嘛 这傻的程度让全台湾的观众都看到 你游习坤这种以一个 一个央 这个贵为院长 五院院长哦 他当过两个院的院长 行政院跟立法院哦 然后居然去当傻子被骗子骗嘛 现在大家火大是火大这个事情啊 就是全科建民都看出来 骗子骗子骗子 都提醒他 但还是硬的头 硬的头皮往前面冲 这麻烦在这个地方 那根本问题是什么 是这个政党会民众党是一个诈骗集团 这才是核心问题嘛 那这个核心问题要谁来解决呢 谁来解决 要柯文哲解决嘛 柯文哲躲起来了 那我请问你 游习坤拜访的几个人 韩国瑜拜访几个人 这所有八个人里面 有没有一个人有权决定 他那个二月一号票怎么投 没有吗 没有半个人决定啊 所以我们刚刚看那个画面 不管是游习坤 不管是韩国瑜 跟这八个人排排座 讲了这么多话 这八个人没有决定权 根本没有一样的 对不对 这最大的诈骗在这里嘛 那可以做主人躺在家里睡觉 就这么简单 然后每天给你出个点子 所以大家知道这是演戏嘛 那游习坤把他当成一个正办嘛 这变得很好笑 对 就怎么那么老了 还被这些小孩子骗 实在是 我们都知道嘛 好 所以真正的后面的常见人 这根来遥控这整个剧嘛 这个写剧本人谁呢 柯文哲 柯文哲到现在为止定了没有嘛 当然早就定了嘛 柯文哲不是讲我还没定吗 我要明天早上九点钟 才会上社会来宣布吗 胡说八道 柯文哲天天干两件事情 什么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骗人 一个就是变 就是改变 他答应了改变 或是直接骗 直接欺骗 柯文哲很清楚知道啊 他不是自己宣布了吗 他四年后要干什么 他不是要选总统吗 他不是选总统啊 那他的敌人是谁 赖兴德 赖兴德 赖兴德会跟他合作吗 不会 你要选总统 我说我跟你合作 不可能 你自己宣布的呢 你自己宣布你要选总统 我赖兴德还跑来跟你合作 对 我赖兴德贾霸瓦腰 我现在给你能量 还给你票 对 还给你内阁阁员 你这个车子还给你加油 那这回事 赖兴德一定是给你歼灭掉嘛 除此后快嘛 对 一点芝麻都不给你吃到 所以赖兴德 赖兴德清楚了 柯建民清楚了 民进党党团清楚了 甚至连民进党的支持者 这些留言都清楚了 只有游席坤不清楚 游席坤 就是我讲的嘛 游席坤对情势经常认识不清 他不是第一次 但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老实 是一个老实人吧 民众党这些人是欺负老实人 也没有什么意思 这个老大哥对我也不错 我也不太愿意批评他 就是游席坤是番外篇 番外篇 是意外出现的 你知道吗 正常演出的人是谁 是韩国瑜 韩国瑜看一看 你们是骗子嘛 你骗子我就跟你玩什么 骗子 我就跟你玩天桥把树 我讲白了就是 韩国瑜的演出正常演出 对不对 他知道你们这些人 都没当主意嘛 韩国瑜可不可以决定 他决定事情 可以哦 韩国瑜答应的算哦 他会算话 讲话算话 他跟你这些人 不能决定事情 跟你过场嘛 跟你过场 你看到没有 还有人很认真的跟他讲说 请你们不要骂我好不好 还有人请托 还有黄珊珊给他请托 国民党不要骂他 奇怪啦 你不是很强悍 到处骂人啊 你都到处挑衅 攻其吴子佳 攻其媒体 都主动攻其战狼 不是战狼 战老虎啊 老虎 老虎到处咬人啊 对 撕咬 咬到今天跑来 求韩国瑜来帮他关缩 帮他请托 那表示什么东西 表示什么 黄珊珊的行情没有了嘛 柯P把他丢包了嘛 我现在的春江雪暖 压仙姿 我告诉他 这个不够力了嘛 当然柯P在里面 我看也不够力 瑞德 现在绿营的人 真的哎 对白银的不信任度 到了极点吗 还有蔡璋 哎 贵宾奥赌徒 当然你跟蔡璋非常熟识 他去 真的不是去帮游锡坤背书 他去 真的是去监军 让游锡坤不要乱说话吗 其实 整个民进党 态势非常明显 那么上个礼拜 我在我们节目里面 都讲过了嘛 整个民进党 现在里面呢 只剩下游锡坤一个人 申请自己还有机会 当立法院院长嘛 整个民进党都知道 不可能嘛 不啊 我跟你说真坦白啦 为什么 如果你要策反的话呢 如果你还有这个本事 去策反的话 这个你从民众党的八席啦 还是民进党里面呢 有两席啦 还有那个机会 五党还有一席机会哦 可问题来了 那么今天呢 其实啊 你民进党只剩下51席 那个国民党是52加2 他只要三席过 他就要过半了嘛 所以对国民党来讲 他大可利于不败之地 他只要 拨一个民众党不会去跟民进党合 这样就好了嘛 他一定过 第一回合没过第二回合也一定过嘛 那其实 那么韩国瑜只是要买个保险 因为韩国瑜不要有任何的意外 你忘了当傅昆琪要出来挑战他的时候 韩国瑜动作那么大 对 马上把这个江启臣给弄出来 然后马上请这个新科立委吃饭等等嘛 你就知道韩国瑜就是势在必得这个立法院的院长啦 那重点来了 尤锡坤你要拿什么去换你的立法院院长 因为你才51席啊 你要有6席你才能够这个等于说当选嘛 尤锡坤在内的有一些少数的民党还在幻想说 国民党的本土派的人士会因为理想报复所以投票给他 不可能的事情啦 我跟你讲 还去坏想国民党的 傅昆琪不是接总招了吗 傅昆琪直接给你料 今天料狠话的很简单 一定要亮票 然后呢你不来的话呢 视为逃票 逃票就开除党籍 没有什么好讲的 不是 而且他们今天做的夺绝 还弄出所谓的这个假的这个票 这个票了以后 还教你怎么亮票都会有基本动作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因为过去曾经有人不小心国民党的人 去把赖事法给投成赖品鱼嘛 那你说因为我不了解啊 过去有这种事嘛 现在之前就给你假投票一次 给你演练 你不能再跟我讲说你是因为不熟啊 你不能 这次国民党里面有这个几十位的这个新科立委 所以呢 我先让你们投一次嘛 那你熟了熟门熟了 你不能跟我讲说你是投错 对 那你不分居立委没什么好讲的 亮票就是在投票的时候 我国民党就站在这边看 你要亮票给我看 你是投给国民党的候选人 如果你不是的话呢 不分居立委直接开除 你就当一天的立法委员而已 那区域的部分呢 停选三年而且不列入下次的提名考虑嘛 那你等于是我何必要冒这么大的险啊 对国民党的这个52加2来讲啊 尤其这52席的国民党 我没有必要跑票啊 我讲坦白 我讲坦白 我讲坦白的跑票也没用啦 为什么 因为跑票就算给你那个 那个游熙坤 你如果民众党这边也不跑的话 而且要超过一半数以上的跑嘛 那你跑票等于没有用嘛 那么所以呢 游熙坤你想要过 其实我讲坦白 包括蔡启昌都不会换场说 自己有可能过变成立法院的副院长 所以他昨天的动作 你搞不清楚状况 搞不清楚状况 还把民进党的脸丢光了 丢光了以后 民进党的支子真的炸锅了 刚刚董日长讲说啊 他跟这个游熙坤啊 认识很久 说是个老实人 我们台湾的政坛可以容许老实人活那么久吗 我讲坦白的嘛 你真的以为老实人可以在台湾存活那么久 蓝绿百大家厮杀的情况之下 你是不是老实人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老百姓部分蓝绿支持你们都有一个很 包括蓝绿百都一样哦 都有一个基本的主张 基本的精神跟共识 是你不能踩的 你看 你记不记得去年11月十几号的时候 就因为柯文哲进了密室协商 签了六项条款了以后呢 柯文哲出来以后 不是马英九的耳朵旁边讲 你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吧 那一天 柯文哲的脸书上面的柯粉 一个一个离他而去痛骂他 你知道吗 柯粉全跑了 跑了以后柯文哲发现不能这样子 我的基本的这些所谓的柯粉 走到没办法 我以后民众党跟柯文哲在内 就没了 没了 什么东西都没了 你知道柯文哲马上兵口惊 否认他那个六项协议嘛 就这样来的嘛 所以包括柯粉也好 包括韩粉也好 包括那么这些所谓的绿粉也好 他有最基本的一个 你是不可以去碰触的嘛 还有啦 宝杰我请问一下 那么我们去旅行团啊 那么我们出国去旅游的时候 过年快到了 我们要么就跟团 对不对 要么就自由行 请问什么叫跟团 就叫团进团出嘛 跟团什么意思 坐一样的飞机 坐一样的巴士 到一样的景点 然后投诉一样的饭店嘛 这叫团进团出 你有没有听过团进团出 结果各自自己自行活动的 那个叫自由行 自由行跟团进团出不一样嘛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党 民众党是什么样一个政党 嘴巴讲团进团出 你在做自由行的事情啊 世间没关事了 所以我告诉你啦 民众党一定没有要到他想要的东西 他如果有要到他想要的东西 今天柯文哲早上脸色不会那么难看 今天柯文哲不需要跟八个立委 闭门协商 把包括这些所谓的党团副主任 跟这些所谓的幕僚全赶出去 他什么都没要到 全赶出去 然后九个人 为什么 因为他不要泄密 而且呢 开完会了以后 其实他们早就已经达成了共识了嘛 早就已经达成 在立法院投票的时候要怎么做 还故意放空气 柯文哲最喜欢玩弄的东西是什么 他把那个蓝绿之间 玩弄在鼓掌之间 然后呢 明明已经决定是故意固弄玄虚说 到底要怎样 到底要蓝和绿和 到底要团进团出 还是个别开放 然后呢 讲得像真的一样 今天最新又丢出一个东西出来了 叫做什么 叫做 民众党在立法院的院长 投票完毕了以后 不排除蓝绿白 在开协商大会以后 再决定副院长要怎么选 我告诉你啦 没关事啦 副政院 政那个立法院的院长 怎么选了以后呢 副院长就是怎么选啦 所以呢 事实上 他就利用他自己的权谋跟权述 把你国民党的52加要跟民进党的51席呢 玩弄在鼓掌之间 对付他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不理他 不理我给你讲 为什么我们民进党的支持者反弹会那么大 因为很简单 我们可以输 我们可以败 但是我们的精神不可以跟 不可以拿我们的灵魂去跟人家交换嘛 这才是民进党的这个 等于说中心思想嘛 你怎么可以拿 为了你个人的这个立法院的相关的院长的这个职务 然后呢 连你自己的精神都没有了 最后要告诉大家 在民进党也好 还有包括国民党也好 在这场大战里面 没有个人 只有团体 只有政党 没有个人 因为你是由团体跟政党 所推出来的人选嘛 怎么会你个人支持呢 我觉得我在看民众党的时候 完全颠覆我过去 所有的养成 之前不是讲说 我们今天弄民调 民调就是在正负三%之内 我以前的正负三%就是正 不是三八 可能是二也可能一也可能多少 那有一个民调的基本 他就给你让六% 我想说我从小到大没有听过让六%的 他们讲的言之糟糟糟 好像我从小都学错的 今天更妙了 团进团出 我想团进团出就是一起进去 然后按照规定大家做一样的事 没有一起进去以后 会各投各的 对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 我们想为什么民众党 他可以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 其实以黑帮的角度来讲 这群人就是做宣的 做宣的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宣的 就是来做诈骗的 而且呢他要说服别人之前 要先说服你 说服自己 然后才有办法去说服别人 所以呢他从头到尾 今天跟明天跟后天 他们讲的东西都可以从头 完全不一样 他只要今天有骗到就好了 明天明天的事 明天再去想办法 所以呢你看他跟蓝白河 他就可以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 从头到尾 然后呢就说过话 也可以不算数 甚至签了字也可以撕掉 他们只要觉得不对的话 反正他们就是像诈骗集团一样 可是他不会有后遗症吗 没有关系 其实你要想哦 他们就像是流扣一样 我今天收割完一波之后呢 有没有人信 其实从流量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有人信这个地方继续弄 不行转身就走 到了下一个地方 下一个城市 我今天攻破大门进去就收割 所以呢会有一堆人 从磕粉变磕黑 然后呢到下一个地方 下一个年龄层 又从磕粉变磕黑 就像吴董以前讲过 他们就像一台车子 公交车 然后呢这个公共巴士进去以后 有人上车 有人下车 上车变磕粉 下车就变磕黑 对 然后你每一段时间 上面的人都不一样 没错 所以就像董事长讲的 永远有好朋友 但是没有老朋友 所以呢 因为他们这个东西 他们不讲诚信 所以呢做不长久 但是现在来讲 有需要做长久吗 不用吗 现在两年就一个大选 四年就是一个更大的总统大选 所以民众党现在来讲 他们的做法 其实除了像诈骗集团 也有点像网红 他们今天 不求长久 对不求长久 今天的流量 今天弄到 明天的事情明天再想 所以呢他们现在做法 其实跟网红非常的相近 跟网红一样 有今天没明日 我只要今天流量有洗到 那以后的事情 以后再说 对所以呢你看他们先之前 其实他们的支持者也很多 就是网红 像爱丽莎莎 之前跟昌蓝哥的事情 其实他们的做法 其实都是一样的 对 爱丽莎莎先讲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肝胀 肝胀 排斥法 用什么东西 我们不要太仔细 因为我觉得这不是很健康的东西 喝橄榄油 然后呢 昌蓝哥是一个医生 就跳出来了 跳出来了呢 就直接骂他 然后做了 然后爱丽莎莎 他还讲说医生不要乱讲话 对爱丽莎莎做的是什么事情 他竟然是在开一个视频 表面上标题是说道歉 但是呢其实是说昌蓝哥 第一个你不要用医生来霸凌我 第二个你用我的影片 你还开盈利去反击别人 这做法像不像民众党 如果民众党讲出来一个东西是不对的 比如说他的民调是不对的 比如说你不可以有两个党籍 你就算是楼心政党 这个政党要求什么 科学 对 理性 误实 结果 完全伪科学 对 然后他们做法 没错就是伪科学 他们做法就是伪科学 像这个影片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他还来讲说是什么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然后呢 昌蓝哥就受不了了 就说我是医生 我拿期刊来讲 你这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可是爱丽莎莎的做法 就跟民众党的做法一样 变成被害人 第一时间翻脸 你不要霸凌我 第二时间 你不要想要占我的好处 所以呢对于真正的事情 这事情的核心 一概不理 我就是去吵架的 我就是去闹事的 我就是去趁流量的 不怕闹事 只怕闹不大 没错 看热闹的人 其实就是他们 他们不怕把事情闹大 闹大了之后呢 要不要收拾 不用收拾 跟网红一样 不用收拾 你到下一个地方 再开辟战场 再闹大 开辟战场完之后呢 又有其他的流量上来 流量上来之后呢 柯文哲主席 再继续收割 挂中的位 挂完之后呢 继续往下一个城镇去走 这个就是 民众党现在 跟网红的战法一样 反正有今天 没明日 好 柯宇 你长期做政治观察 哎 这个党 也太神奇了吧 还有 现在只有老柯 看清楚 应该讲 只有两个人看清楚了 一个是老柯 一个是韩国瑜 那老柯 对于柯文哲的做法是什么 兼闭亲眼 不谈判 不妥协 不交流 不谈判 不妥协 韩国瑜就是 你要唬烂 我比你更唬烂 对 这个各有各的应付法 其实不止两个人 大部分在政坛的人 都看清楚柯P了 那要不然的话 怎么会现在突然冒出来 那么多颗黑 曾经他旁边的人都看清了 跑出来都变成颗黑 所以很多人都看清了柯P 只有一个人看不清 谁看不清 游锡坤嘛 对不对 游锡坤为什么看不清 大家讲了很多原因 什么东西 其实就一个字 贪 他就是 及其老也 借之在得 他坐那个位置 坐上瘾了 他下不来 下不来 他下来之后 他的人生不知道要怎么办 对 所以他一定要保住 不择手段 保住这个位置 你要知道 游锡坤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 那 他 我这一点我肯定他 为什么他是我东海的同学 或者学长学弟 他那时候是省议员 用考联考考进东海 他就穿个第一天来上课 他提了一个皮包 穿了一个西装裤 发现我们同学都穿拖鞋短裤 第二天 第二天来上课 他就开始穿拖鞋短裤 他省议员 他省议员 在车上换了拖鞋短裤 跟大家打成一遍 第八节课 那个体育老师跟他讲说 省议员你有事可以忙 你就可以先走 他没有 他就跟着大家在下面 那个打排球 就扑到地上去 打网球 就啵啵啵啵啵 这样子打 他是很努力的人 他一辈子相信 他只要能努力 他就能成功 他到 可是他到了最后 这一局的时候 他看不开 他贪了 他贪了以后 就把他所有的判断力 跟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蒙蔽 对 然后任人于其于求 碰到诈骗集团 不可以有任何贪念 对 你只要有贪念 什么金光党 诈骗集团 他利用了什么 就一个字 就是贪 那结果呢 他就被人家框住了 韩国瑜呢 韩国瑜只比他好一点 为什么只比他好一点 韩国瑜上一次2020 贪过了 所以他有知道 太贪了 会有问题 碰到这种诈骗集团 他也不叫做正统诈骗集团 柯P这些人 柯P玩的玩法 说好听点 他是有学问的 说有学问一点 他是学毛泽东 战略上以一敌十 战术上以十敌一 你就两个位置 院长副院长 你们要不要来求我 要求我 我有八个 我八个就是再怎样 我就跟你鸡鸡鸡鸡 赌到你最后一天 你还是得来求我 那我就赢了 对不对 他就赌这一条 对 所以他在昨天的时候 我就一直觉得很奇怪 柯P不是那么喜欢流量吗 那么喜欢上镜头吗 对 为什么昨天这么会面 大家所有人都认为 那个是最有流量 所有的记者都会到的那个 柯文哲不在 柯文哲为什么不在 他就在保留一件事情 他就让你们这些龙套的 男二女二 那个到前面去演 演完了以后 他再躲到后面去 我才是老大 他有众生 你以为 你以为你立法院院长是老大 那副院长是老二 我告诉你 我才是老大的老大 我在决定 那谁跟谁是怎样 你跟我家的那些小孩子 讲半天 通通没有用 他在演这一出 而且他这一出 还要演到 那什么时候 演到2月1号 下午 那他不是上午演完就算了 可是他不是讲说 他明天要公布 他们的投票策略吗 对啊 他讲完了 你觉得他讲了会算吗 搞不好的 讲到只有一半啊 他只有讲到院长 我们可能会支持 倾向支持谁 怎样 那要不然的话 他副院长呢 对 那副院长为什么中午 他说副院长 我们还要再来协商一次 对 那看早上院长投票的状况 如果都是照他们的规划 算好了 那院长早上投完了 通过就没事了 副院长就协定了 对啊 那你下午副院长不就 就搞定了 你要投别人也好 你要干嘛也好 早早讲不就解决了 没有 那他中午还要再给你来弄一次 还要把你们这几个人的问号 还要勾在你们的嘴上 再把我揪来一次 再说明一下 我才是老大 他在演这一出啊 那他说的难听一点 柯P整个党这样子的玩法 那他就是什么 他的玩弄的原理就叫做庞氏骗局 庞氏骗局是什么 他永远要有一批人进 被框进来 然后有一批人 那然后失望的走出去 没有关系 但是我想要进来的人 比出去的人多 我日子就可以过了 就是老鼠 对 就是他的原理就是这样子 谁是最后一只老鼠 对 那但是他这个东西不能停 一停他就挂了 那么他现在为什么可以获得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很多人讨厌蓝绿嘛 对蓝绿也失望 对绿的也失望 投射在他身上 柯文哲身上 投射在柯文哲身上 所以为什么你所有人在那边骂他 骂到死他都没有用 那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打的是一个影子啊 因为他只是所有人在投射 你看到柯P那么大 他实际上这么小 但是他是被投射到这么大 所以他是讨厌蓝绿的影子 对 所有人把所有的希望 或者是肯定他 说只有这样子 他这样子玩 才玩得动蓝绿 他用这个理由 所以他人格怎样 没有关系 他有没有诚信 没有关系 他只要让 台语叫超梅啊人家家 这个超梅啊 只要把蓝这个家家 绿这个家家 弄得噗噗跳 我这个看超梅啊 我就很爽了 你说真的要去决定的时候 说这些人会不会真的去支持他 去执政 我告诉你问个号 很多人不敢的 你真的要把所有的希望 对 我如果确定你是柯老师 或柯老我就勇敢去投了 对对对 如果是柯老大 那就紧张了 那就跟这个夜公号龙了 对对对 龙真的来了 大家就傻眼了 所以今天其实是很多人 大家就堵他说 应该柯B不会啊 那出去问一问 大家这样问一问 三分之一 年轻人或是多少人 这样子算一算 那他应该不会上啊 就是老三了 这样看一看 好 所以大家敢去投他 敢去投算啊 可是年轻人对他的支持 非常真诚啊 所有的支持者 到现场的时候 表现的一定是真诚的啊 不是说他要表现 而是在那一刻 他们是真心希望他来改变这个社会 他就跟当初大家上街头去走太阳花 去干什么 那年轻人一直有一种期望 说我们希望有一个人能出来 带领我们改变的社会 我知道他不完美 但是我们大家支持他 至少这个社会可以动一下 那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干过这种事啊 对不对 好然后你看这一辈子都是 常常走错路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不奇怪 但是这个事情终究会洗过去 好那么等到柯P下一次 他还要再继续做下去 而且接下去还有四年喔 四年中间就是检验他 他这个大戏就到2月1号 2月1号以后就是细细碎碎的 各种法案啊 工访的戏 那个戏其实不好演 所以等到四年后他还没有这种威力 他还要被检视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告诉你那是个问号 不是 有人说翻脸就翻脸 而且翻脸跟翻书一样 我没有想到说 这个用在柯P上面也太厉害了吧 昨天八个人 你自己讲嘛 人家也是有头有脸的 两个人也都是要争足立法院院院长的位置的 也都是非常有重要的角色 来你这里 来你这里也都来了 也跟你谈了 也都跟你闭示了 照例讲你应该给一些善意嘛 没有今天马上说 我们还没有决定要给谁不知道 那更不要是 之前你把人家骗来什么 不是团进团出 八票 来一次八票 没有今天不是这样 他说我们是八个人 团进团出不是八个人都投一个选项了 是按照党团的整体意见 我完全听不懂 我完全听不懂 这鬼话他敢这样讨论皇室讲来 那他们的立法院党团的副主人 居然这么讲 团进团出的意思是在 会议当中的集体共识决 集体共识决不是投一个吗 没有哦 他说可能几个立委投给哪一个人 另外几个投给其他的人 我的共识是 大家在分票吗 是 保洁哥 其实柯文哲从一起到现在 唯一不变的是什么 永远都在变 所以之前我们在那个 之前在蓝白河的时候 就说什么浪3%就变成浪6% 才能共 就之前就说我们唯一的公开透明 结果后来现在又可以跟你讲说 公开透明那个代表的是走场 那个没有认真些 真的要谈事情 就要闭门协商 知道他们说 不是 他以前骂人的 都回到自己身上 他毫无羞耻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他永远都是一件事情 就一体两面 你做不对 你这样做 不代表我做就不对 所以呢 你以前关起门来叫密室协商 所以你骂人家民进党双标 你自己更双标 我没有双标啊 因为所有所有的标准 都是我在定的 真的还有双标的问题 是我设的这个局标准是我在定的 你如果做 欸不对啊 因为你本来就all day 你当然不行啊 你这个本身就是黑底出来的 你关起门来 你老科 一定是跟他密室协商 我不一样啊 我公开透明啊 我什么人 我磕屁欸 我智商157欸 我怎么可能关起门来 会跟你在搞密室协商 所以我关起门来 是为了大家真诚的进行一个相关的意见沟通 我智商人说欸 智商人说欸 智商人说欸 因为他不用被你们这一个世俗的规范所影响 所以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什么样的重点呢 我本来去之前喔 我们不是有讲好四点声明吗 就是四点声明啊 那个来的来台湾之后 喔 爱的抱抱一出来之后 结果 欸马上就说嘛 欸不对啊 要五点声明 我怎么要第五点声明 马上改成单一招委制 结果后来弄出这个单一招委制之后 谁买单了 游锡坤买单了 为什么 因为游锡坤你发现 欸他好像蓝白快要合了喔 我这个院长的位置可不可以保 加码 加码 他这个客户要的就是什么 要的就是你加码 后来发现你现在加码之后 他满意了吗 没有啊 怎么会满意呢 因为我最常要的是什么 就是招委这个东西 可能没有人offer给他 蓝跟白可能没有人给 那个柯P招委了这样子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位置 所以柯P现在马上又翻盘 又翻盘又说什么 我们那个团进团出去 一起走进去 不是代表一起投票 他完全颠覆我对政治的认知了 不是 宝洁哥因为你太认真了 你跟游锡坤一样 你认真了 你说跟柯文哲不要认真 当然不要认真啊 你要学韩国瑜 他不是政治人物 他是网红 你现在用所有网红的观点 来看看柯文哲 你就会发现所有事情就合理化了 哪里有声量 哪里有什么 就往哪里去 你知道他今天怎么去立法院的吗 鞋鞋鞋 吃饭的手饮 鞋鞋鞋鞋 因为他这会有人拍啊 后来呢 鞋完鞋鞋鞋之后 你知道他怎么离开立法院的吗 坐公车 好不好 所以他所有的一切 全部都要维持他这些声量 所以阿伯很亲民啊 为什么要 他很亲民 如果阿伯真的很亲民 那为什么搞到现在那个台北市政府 一大堆弊案 昨天那个淑慧姐不在讲一大堆吗 一大堆案子什么没交完 所以他亲不亲民这件事情 有待这个讲万案进去挖掘 但很显然一件事情 柯文哲从头到尾 没有把自己当成政治任务 他所有当的都是把自己当网红 所以如果你把他自己全部 而且他有一个原则 我现在认真看了 我发现他有一个原则是非常清楚的 而且是从来没有变过 就用完即丢 他所有东西全部都用完即丢 用完即丢 用完即丢 他的下属用完即丢 这我们就之前很多人 不用说 光是那个林周明 都发局的最惨 不管是林周明或后来接的 什么黄景 黄景什么 每一个都为了他去上战场 就到最后每一个 出来之后就变柯黑 然后呢 然后现在还没有觉得 say sorry 没有啊 柯文哲用人政策 就是用完即丢 他不仅对他的政策用完即丢 他连对他支持者也用完即丢 什么支持用完即丢 当时柯文哲怎么会变成是台北市长 不是就是因为太阳花学运之后 很多学生都支持他 觉得哇 然后他不是也就说他挺太阳花学运吗 结果呢 他说我们是反黑箱不反服 古貌 那是不是也等同 背叛那些当年支持他那些学生 所以你就发现 他不只对他的下属用完即丢 他对他的支持者也用完即丢 他现在又要对谁用完即丢 他现在又要对他所有这个八个 所谓的未来立法委员 你不要说未来立法委员 现在我想请问一下 现在这八位 一天到晚在那边见客的这八位 有哪一个人是现任立法委员 没有 那你怎么把你们现任立法院 当党团在用 现任立法委员 你有看到任何一个吗 对啊 陈婉慧呢 他们到现在还在领国家的钱 结果你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吗 所以你说这已经是纠战雀巢了 现在照理讲 这个党团应该是刚刚讲的 张岐路 陈婉慧 现在应该是赖湘林 全部都被扫地出门了 扫地出门最好笑的一件事 你说纠战雀巢没有错 而且你要知道 刚刚提到那几个人 你那个感恩晚会有去吃饭吗 没有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那代表什么 因为他们很清楚 柯文子要把我们丢包了 人家说人走茶凉 人还没走 就已经茶都凉了 茶都不给你喝了 不要说茶都不给你喝 你现在办公室 我觉得我每天看这个场景 我都觉得很莫名其妙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你这个部位 你们跟我一样 现在是老百姓 你该是立法委员 不是 不好意思 你还不是立法委员 你现在把你们整个党部 不当成是你们自己的办公室一样 所以你要看柯文哲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对他来讲 所有东西都是用完即丢 我所有东西 以我现在当下的利益 为最重要 你今天看到他用黄国昌 他用黄珊珊 刚才哪一天 他就一脚把你给踹走了 因为对我来讲 什么对我柯文哲 最有利益最重要 才是我唯一要考量的 最多让我刚才想到 现在这几个还不是立法 如果现在这个地方是民众党的党团办公室 那应该是陈婉慧 那应该是张其露 那应该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赖湘林 是他们现在还是这个地方的主人啊 这个制度我不太懂 为什么可以这样 我也不知道 应该是他们的办公室 对啊 怎么现在变成好像黄国昌的办公室一样 但现在这个情形 这两天有变化 因为柯P已经发现到一个问题了 就二月一号投票完以后 跟他没有关系了 这八个立委 就是搞八个立委的事情 对不对 那你反过来看 柯P很会算你知道吧 他防这些立委来沾他的经费 你知道吗 他把它切割成两块 你们去当你的立法委员 对 小心一点 不要贪污 贪污被我抓到 我就开除党籍 他开会讲这个话 然后他不管这个事了 因为他的角色就是到了 2月1号投票结束 这个党就没有 那我再反过来问一个很简单的 前车之鉴 在上一届的 你刚刚讲的这几个 賴湘宁啊 这些高洪安啊 对 他们有五个立法委员 对 你认为他们有在台湾的立法院 有任何表现吗 他无足轻重啊 五个人无足轻重 无足轻重理由是什么 因为能力不好嘛 包括那个他的副总统 去当立法委员 吴欣盈 你有感受到他有存在立法院吗 没有 所以民进党的立法 民众党的立法委员 从上一届开始 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 立法院的党团 从来不被人家尊重的 也不被人家尊敬的 也没有什么表现的 所以柯P逼他们出来选举 全军覆没 那是想当然而的事情 他们就是因为选不上立法委员 才来 不分区 不分区 但这个故事继续复制 所以他们这八个人 未来两年后要下去选举 最后也拦逃全军覆没的结果 会全军覆没吗 当然当然不可能嘛 民调就知道了 你要不相信我 过完年我做民调给你看 这个一定会的啦 所以他们民众党的立法委员 在台湾政坛上 未来这八个人重不重要 不重要 当然不重要嘛 他重要的是 2月1号那一天投票 投票 那柯P知不知道 他知道 当然知道啊 因为你这八个人 没有创造议题能力嘛 如果有的话 唯一的可能是黄国昌 但黄国昌 那个议题创的能力 我看很烂嘛 对不对 民进党一个个比他厉害了 对不对 国民党现在年轻人 优秀一大堆 强版面一大堆 还有 被韩国瑜爆了 被爆衰了嘛 对不对 一爆爆衰掉了 那就起不来了 然后你要知道 113个立法委员 能够上电视的很困难很困难 绝对轮不到你黄珊珊 这种没有内容的 就叫做什么 口尖 嘴尖皮厚副中空 嘴尖皮厚副中空 山中竹顺 在山中竹子 滴顺 滴顺 所以这些皮没有用的 我觉得那个笋 还没长成竹子 已经冒出地面了 所以那个嘴巴是尖的 然后那个皮还很厚 但是中间还是空的 就空心大老观没有内容 是他们的特性 那柯P了不了解 当然了解啊 那立法院怎么争斗 所以你要知道 现在的柯P的心态 他很清楚知道他的定位 他的政治影响力 到2月1号结束 2月1号以后 他紧跟着而来的 通通是排山倒海的打击的力量 因为他的敌人叫赖清德 赖清德是他的敌人 他是赖清德的第一号的 Wanted通缉目标 所以柯P的路会非常的艰辛 而且活不过一两年 好 瑞德 真的像在赖清德的眼中 头号的敌人通气犯 就是柯文哲吗 事实上 那么政治是非常现实跟无情的 很简单 那么对以后民进党的发展 会造成威胁的 那当然就是头号敌人啊 那国民党本来就是跟民党 是敌对的 所以呢 可是问题是 在这几次 从这个朱立伦 韩国瑜 跟这个 这次的相关的侯友宜 都告诉我们一件事 中俄国民党如果代职参选的话 必败无疑 所以下一任的 这个等于说 2028年的总统 不会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三个前程之鉴嘛 所以最有可能的一定是 中霸天的这个 卢秀燕 卢秀燕 可问题是 卢秀燕 在民进党的整体规划里面 卢秀燕非常非常 虽然人和非常厉害 但是他没有那么难打 为什么 因为他毕竟是中部的地盘为主 他不是在北部跟南部 南部没有办法撼动 中部 北部他不是领袖嘛 所以呢 那么可以影响到 真正可以 把走这个民进党的根是谁 那当然就是柯文哲啦 你不要忘记他的369万里面有259万票 就是从民进党这边拉过去的嘛 假的 我问你嘛 如果你两边 因为柯文哲自己本身是做没本生意的嘛 他都做没本生意嘛 他这一次在立法院的政府院长里面呢 不是吧 国民党跟民进党玩弄在鼓掌之间吗 各位真正的赢家是柯文哲耶 你不要以为真正的赢家是黄国昌 你错了 黄国昌是爽到韩国瑜来拜会的时候 那种乐不可知那种笑不拢嘴的那个样子 但是在他乐不可知笑不拢嘴的时候 他就得罪一个人 叫做柯文哲 为什么呢 因为我请问一下 黄国昌2月1号才就任立法委员吧 那么黄国昌那天在接见这个等于说 韩国瑜的跟游席会的过程当中 他映然就以立法院里面 巴西民众党的总召至居嘛 所以呢对柯文哲来讲 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在这个等于说柯文哲之上嘛 所以你不要太小看柯文哲那天 为什么骑Ubike来到了立法院 他现在可能没事做就叮在那个地方 你知道吗 就叮他们的巴西立委 不要忘记哦 未来这巴西的民众党的立委的办公室主任 必须经过柯文哲的民众党的党中央 考试通过以后才可以这个接任嘛 还有按照柯文哲过去的个性 他们这些助理很可能就是把党 党里面的党职人员 放在助理的位置 国家帮他养合法的养嘛 那么对赖清德来讲 现在有一个集中之急是什么呢 赶快在2026年里面呢 把这个所谓的九合一 县市首长的部分 光护回来不是没有机会 我讲坦白不是没有机会 包括新北市这些县市都有机会 对 所以呢 赖清德当然 头号目标就是这个等于柯文哲嘛 请问柯文哲现在在很多县市 都是三成以上的得票率 他会放过九合一大选的 县市首长的布局 跟县市议员的布局吗 而他不会放弃的情况之下 他一定会跟这个国民党的来营 这边互相的 那么等于说double以后 互相的厮杀 互相的抢夺地盘嘛 那我如果是赖清德的话 我当然要想尽办法 让你们两个人 这件事情去厮杀去裂解 到时候我就坐收渔轰之力 都知道 美军在任何地方只要死一个 那都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可是没有想到 他们在约旦有个军事基地 叫第22号塔 居然有三个士兵被无人机 而且很恐怖喔 无人机居然是在美军 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进行攻击的 对 我们知道说 美国大兵出去作战 其实他们生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所以以哈战争打了这么久 都没有穿过有美国的士兵死亡 那这次一次竟然死了三个人 而且呢 是在约旦这个地方 还不是在以色列的境内 在约旦里面有个Tower 22 就是22塔 里面是一个美军的基地 这三个人呢 是因为里面的官色不够住 所以呢 他坐在拖车里面 所以他是在门 Gate旁边的拖车里面 然后那一天呢 其实是有个美国自己 部队的无人机要进去 要回去的时候呢 他的防空系统会先暂停 因为怕误打到自己的无人机 但没有想到过去的时候 发现他的右下方 再有另外一台无人机 跟着他的轨迹 而且呢 他的航线比他更低 他前面的美军自己的无人机怎么走 他就怎么走 他去模仿他的一个路径 跟踪美军无人机 对 然后呢就一路进去 所以呢 当他们发现说 是不是后面还台无人机的时候 炸下去了 卫护啊 无人机自己 变成一个恐怖攻击的一个炸弹 直接 他不投弹直接往下去炸了 炸下去的情况之下 你说这个无人机 直接变自杀炸弹 变自杀炸弹 炸下去的情况之下 在Gate在大门那边的话 其实就发生很大的一个爆炸 那这个拖车里面的三名士兵 就死掉了 这个东西来讲非常的严重 因为你以色列跟哈马斯 哈马斯后面有伊朗 那是你们中东的事情 你害到了我们的美国大兵 所以呢 现在回头来讲 是不是你伊朗弄的 你居然用我的无人机跟踪我的 代表你已经破解我的无人机 对 破解你可以跟踪 跟踪以后 你就可以破我的防线了 没错 然后这个东西的时候 大家都在想说 谁干的 马上有个人跳出来 这个部队呢叫做伊拉克 伊斯兰反抗运动说 我们做的 这就是我们做的 美国说不是你们 你们没有这么高科技 他们觉得后面是谁 伊朗 就是伊朗德黑兰的政府 就觉得吃他们的 可是特朗政府呢 马上就拒绝 马上就否认 说这东西跟我们没有关系 可是宝杰哥你想想看 你们中东的战事 我们已经出了两个 这个航母打击群 你现在竟然 赶到约旦来炸我的基地 这个可以吞吗 这个吞下去的话 美国政府的脸面怎么弄 而且今年 要选举 要选举了 现在拜登来讲的话 其实他的支持度 已经低于川普 川普在这个事情上面 又加油添祝 就是你拜登无能 拜登政府无能 把我们的美国大兵 送去中东任人宰羹 如果是我座位的话 我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呢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美国政府 拜登政府 一定要赶快做一个反击 不然的话选举不用选了